好久没好久没有看见广汽传奇再出纯燃油的SUV了 近日广汽传奇GS4 MAX再次正式亮相 价格10.98万到11.98万 价格还是非常的亲民 12万以内搞定一个尺寸还不错的紧凑级的SUV 传奇GS4曾经试分Half H6跟长ACS75 Plus 包括的吉利博越是齐名的 但慢慢的就掉队了 掉队之后传奇这次给它重新进行了升级打造 外观方面特别像卖的很好的一款日系的中大型的SUV 在这我不说名字你自己去看 类似方面我觉得还是传奇家族的设计韵味也还不错 这些主观的审美自己去判断我不过的赘述 那么这台车的配置方面我觉得还是给的非常高 作为一台燃油车主驾给了一个六项的电动调节 后排座椅靠垫是可调节的 前排座椅加热也有 同时安全配置87浪也非常的高 而且在它的WATC工况下的油耗6.8升 虽然发动机还是那台比较熟悉的1.5T 但是也是经过了升级的巨浪动力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花个十万里 如果还是想买一台燃油 因为你的充电条件不够方便 那么传奇GS4这个价位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因为它车身的空间其实一直做的都比较大 虽然车长不到4米7啊 但是整个车内的使用空间啊 毕竟失从日系 把空间的利用率做的还是非常棒 所以你手里握着10到11万的预算 去买一个传奇GS4MAX 我觉得在当下纯燃油的SUV选择里面 它是你购车选项中的一个必选车品 至于你最终把它带回家吗 这个就看你自己决定了